臺灣司聯合總會於202012月3日成立 成立的初衷乃是要以扶弱忌困之精神 及廣結善緣之理念 來創造一個屬於臺灣人自己創建的 國際性公益團體聯盟 以世界臺灣全球有流傳為出發 並以服務在地為目的 把每年上繳至國外社團之巨額會費及捐款 實質的留在臺灣 來協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服務更多的人 孩子是國家的希望 每位勤奮好學的孩子 都應該有權力完成學業 並在未來展翅翱翔高飛 教育是希望的根基 孩子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 臺灣司以窮不能窮教育 苦不能苦孩子 謝謝大家對臺灣司聯合總會的支持 臺灣司聯合總會從創立到現在 將近要一年的時間 那我們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救助我們臺灣 需要比較弱勢的小朋友 所以我們成立了臺灣司之職 圓夢任養獎助學金 那今天我們很高興 能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 我們募集到131位任養人 救助的我們128位的彰化跟南投縣的 所有的國中國小小朋友 那希望在短短的這個時間裡面 我們把這個愛心 騙扶到我們從彰化跟南投的地方 先起航坐騎來影響到我們臺灣的每個角落 那希望臺灣司聯合總會這個善局 能給大家有一個好的聯想 把我們的資源留在臺灣 把我們所需要幫助的每一個力量 在臺灣的每個角落來遍地開花 這個就是我們臺灣司聯合總會 當初起心動念的一個理想 那希望在我們大家的努力跟幫助之下 希望我們能在每個臺灣的地方 把我們臺灣司的裡面騙舉到各地 讓大家來跟我們臺灣司的各樣的活動 跟我們的公益能騙扶到全世界 那從臺灣先做起 所以我們希望說今後的臺灣司聯的總會 能受到我們國人的大家的認同 我們一起來努力把臺灣司的理想 圓夢臺灣然後造福全世界 謝謝 謝謝